大家好 我是北海盜女婿Jerry 那今天這一集要帶大家去看一個比小樽更美麗的車站 那邊是一個非常著名網紅的打卡景點 現在我就在雜皇車站 那我現在就要坐火車過去 而且他那一段呢 幾乎有海上小火車支撐 從這個JR看出去就是整個海邊 非常的漂亮 既然是打卡景點 那我今天就穿得很像冬季戀哥的肥詠俊 像不像 還是很肥的詠俊而已 大家下面留言告訴我 全身新的航頭 那我們就開始出發吧 GO 到造物理車站喔 從這個雜皇車站做 大概是600塊的地址 要去看最美的車站了 另外一個雜皇這裡 那邊的雜皇 都是西館 那邊的雜皇 對 像這個雜皇 像16世紀 那邊的無伴 And I feel like I'm on cloud night Don't think that anybody in the south Can bring me down 然後小尊線呢 經過前海之後呢 這個整個鐵路就會貼定這個海岸線 就很像海上小火車 沒有 看到沒有 坐在火車上面就可以看整個海景 我們現在是冬天喔 三百的那個色調 真的非常的厲害 就好像大城觀光列車一樣 大家都拿手機拿相機出來拍照 趙禮旦是由北海道JR所經營的鐵路車站 位於日本北海道小尊市 是JR北海道航管本線沿線的車站之一 從雜網JR出發只需要28分鐘就可以到達 單程為日幣640塊 前韓站到朝禮站之間 因鐵路沿著海岸鋪建 會有種火車在海上行駛的錯覺 附在旅客間有海上小火車的稱號喔 很搞笑的我們本來要去朝禮車站 但是我們做到了雜網到小尊的快速列車 朝禮沒有停 我們就做了一個錯誤示範喔 下次大家要坐火車喔 大家要挑那個朝禮有停的JR喔 不然就跟我要來到了小尊 不過呢既然來到了小尊車站呢 我就帶大家去吃一家 在車站內非常有名站著吃的壽司喔 那就跟著我一起走吧 要來吃一頓好吃的了 我們點的是這個 Omakase10罐2750日幣 所以一罐是275塊日幣 然後都是站著吃的喔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吃 但我聽朋友說這家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好吃 來這邊就要點一個Zaporo Beer來喝啦 站著吃壽司喔 然後站著喝啤酒 那日本的壽司通常有兩種講法 一個就是匯轉一個不會轉 那什麼意思呢 匯轉就是回轉壽司 那一般回轉壽司就是比較經濟比較平價一點 那像這個就是沒有 沒有轉 基本上就是比較一個高級的壽司喔 高級就代表比較貴啦 那高級就代表什麼呢 比較好吃囉 吃了一個 鮪魚啦 那基本上它醬油啊 什麼調味都幫你調好 不要去破壽它的平衡的意思 這個沒話說那肉質真的很好 把它的醬油跟這個芥末都調好 完美的比例 來了北海道的干貝囉 嗯 嗯 鮮甜 好吃 讚耶 讚耶 等一下吃一吃喔 要趕回去招禮車站 開這個完美的打卡經典喔 突然失度看我太帥來了一個沙迪斯 他可能知道我是北海道最有名的台灣YouTuber吧 你上次我開玩笑 他一定不知道 他以後就會知道 以後我來這邊吃著跟他講一下 好吃 好吃啊 會演四英九海 這老闆 加分 哎呀老闆又看我太帥了 馬上又一個烏泥的 烏泥的海膽的耶 做過招禮站來到小鎮真的是一個明智之舉 有人招待就是好吃 好啦我們吃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坐車去招禮囉 我們來到了招禮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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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尊岩縣最美的車站 好美喔 雪白的一片 小小的招禮站 因為是一個靠海的車站 鐵道搭配北海道的粉雪及藍色的大海 浪漫的景色 讓韓劇跟中國電影 戀愛中的城市 都曾在此處取景 因此吸引了不少追劇的粉絲來此朝聖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天橋 是一個非常著名拍這些火車跟雪景的著名景點 我們現在就馬上上這個天橋 拍這個火車列車 出發往小尊 看到沒有 真的太美了 然後這個地方真的非常適合拍一些往美照 那就我這個肥勇俊來示範一下 GO 往美照 車來了 然後前面也是另外一個完美景點喔 其實這樣鏡頭看過去真的就非常的漂亮 然後呢這個招禮站 最美的就是它就是靠近這個海邊喔 那我們現在去海邊喔 拍一些往美照給大家看喔 應該是往帥照啦 然後前面這個平礁道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網紅拍照景點喔 那當然不要在這個鐵路平礁上面拍照 我們過來這邊拍喔 來啦我們示範一下喔 那我今天帶的攝影師喔 也不能叫他攝影師 他就是俊佑 然後他對這個拍照沒什麼美感 所以拍出來的照片其實應該不好看 我相信大家來會拍出更漂亮的照片 對 北海道的動聽就是這樣喔 連這個電話艇都會被雪也埋掉喔 那我進去裡面換個衣服 哇變成超冷的 這個梗都會太舊了一點 出不來了 這個太肥樂的人進不來 我們這個被雪擋住了 Superman 我去笑啦 然後招禮車站啊 這個景點呢 在中國人的這個圈裡喔 非常的有名喔 因為之前有拍過 我不知道是電影還是偶像劇啦 造成了中國人來這邊打卡 拍完美照 我身後的全都是中國人喔 其實呢 雜謊呢 這幾天喔 都下了超級大暴雪喔 那今天來呢 出了一個大型天喔 那我真是一個人品大爆發喔 那在遠方那邊喔 那邊就是小村港喔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個海岸邊啊 遊客也非常的少 那非常的寧靜 就尋求一個片刻寧靜的一個 不是那麼有名的景點 但是非常的漂亮喔 缺點就是少了一個咖啡店 如果有咖啡店可以坐下來喝個咖啡 悠閒一下 裝個文青我覺得非常棒 好希望鏡頭前的這個觀眾喔 來這邊開個咖啡店啦 我一定會來捧場的啊 白雪、鐵道、大海讓 昭里車站的一切 看起來是那麼的協調 昭里這個小地方 或許不像小村這樣有名 但無人的車站 矗立在雪堆的販賣機 紅色的油桶 讓這個緊鄰海邊的車站 也有一般風味 套句戀愛中的城市一句台詞 所有以雪為背情的愛情電影 都特別美 你不覺得嗎 下次前往小村 不妨下車來昭里走走 體驗一下 北國海邊小車站的景色喔 大家去小村的時候呢 不妨在昭里站下車喔 來這邊拍照打卡喔 而且這個車站呢 離海非常的近喔 搭配這個雪景啊 真的非常的漂亮喔 希望啦 我的鏡頭 我的畫面有把這個 昭里的美拍出來啦 但是呢 希望呢 還是大家自己實際 到訪北海道昭里喔 實際體驗一下 這邊的美喔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喔 掰掰 掰掰